美股 道雄指數 你現在看得很清楚 整個 利率升息的部分 大家 現在呢會覺得說有點可怕但是呢 我跟各位講現在已經升到這裡了 明年就升到這裡 所以今年是大幅度的升息 所以明年是趨緩 趨緩之後呢後面就會下來 對不對所以美國現在的他預期 華爾街這些人的預期 接下來你升息會減緩 所以怎麼樣股市他就先漲 當然你會問我一個問題 假設這個禮拜四 確定升三碼之後 那聯準會呢接下來也跟大家講說12月可能就會放緩 升兩碼 那會不會 道雄先漲 他就開始怎麼樣 利多出境下美國這些重要的科技股 蘋果 股價 他已經率先打出底部形態 往上勾了 英特爾的 股票 你看他的價格他已經率先打底開始往上衝了 整個美國 科技股開始重新突圍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這些股票呢都有機會再繼續往上做攻擊 所以 在10月底這個區間 我講的話各位我不是隨便亂講 因為 我已經慢慢看到有一些現象在產生當中 對不對 我們 最怕是美國CPI降不下來 美國CPI裡面 所以這個核心CPI很多是跟美國房價 是做掛鉤的 如果美國房價沒有鬆動 你這個CPI你不論再怎麼 這個升息他都降不下來 你可以看到美國的消費 行為來上來講的話 還是很強 為什麼疫情 被搞亂很久了嘛 所以現在是 在 報復性消費 這個過程裡面 未來 經濟不好的情況他會縮 消費可能會下來 更重要是什麼 更重要你房價要下來 房價一旦鬆動的情況之下 在整個美國核心CPI 他就會 開始的 往下走